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圈内斗 榨哥而当无忌水雨 大派花生 王圈经常一言不合 就会开片 事实上都是一个浅自作怪 经营王媒100毛 及无忌电视的无忌葵葵 2018年底 入股经营小食店的 榨哥1996 持股49% 其后又数次夹粉投资成立新铺 然而 榨哥昨日在社交网站发文 已早于年多两年前 公司的主要股东 无忌葵葵葵 已经没有任何代表参与榨哥 及大榨哥之管理及营运为由 要求只计算实际资产及负债 回购49%股份 踢大股东无忌葵葵葵出局 谁知对方狮子开大口 开出以倍数计的价钱 令整个团队感到非常震惊 榨哥称可能会集体辞职 以作抗议 无忌葵葵 昨日发公告回应说 目前正在和多家榨哥公司的大股东 进行持续磋商 并探讨可能出售事项的可能性 但并未就此方面 订立最终协议或其他文件 因此出售事项不一定会落实 受到这个影响 今早无忌葵葵股价错于两成 不过网上也有人质疑 榨哥扮猪吃老虎 搞到一地花生 社交平台专业 随风投资理财不记 用大家乐大快活作参考 估计渣哥的市值价位 应介乎1660万至2500万之间 49%的股份 即是大约880万到1250万 但假若以渣哥所要求的 只计算实际资产及负债 整个集团 净资产约830万 一半即为415万 即是创业团队想让纳米楼的价钱 就买回半间渣哥的意思 甚至连黄尸本身都看不过眼 专业本小姐表示 些东西是人家的 怎知可以开天杀价 不卖给你都行 你逼人便宜卖给你 不如去抢啦 不久之后再出帖批评说 其实整个黄圈出来支持黄店 真是没问题 但是要去到正确化剥削 其他人的行为 就真是很大问题 更在帖的下方标签 老残不分颜色 而似隐喻渣哥 为了一个浅字 一言不合就揽炒 和黄圈的人打交道 真是要小心一点 好看 好看 好看